在街上所有的障碍物 都是这群年轻人训练的场地 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 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 人本身就不需要靠很多东西 自己就能生存到 你学着Pakora 可以找回自己的本能、现场 你将来在野外的生活 你也可以自己一个独立 一个攀爬 一个高空虐下的动作 他们起码要花上几年时间训练 过程中也有很多失手的地方 锅石就很容易脱了一块皮 这种来自法国的移动方式叫做Pakour 参与的人说 它不纯粹是运动这么简单 而是要追求心灵平静的一种方式 有一种类型的练习 和Pakour比较相似 例如说瑜伽做例子 瑜伽都是有充斥到 身心灵这三种东西 难不难跳你这些高的地方 这个范围都是我们的 那你想这个负责一些 练习Pakour是希望跨越障碍 不过在香港练习这种运动 就遇到不少的困难 究竟他们因什么事会这么坚持呢 欢迎收看时时追击 帐界头当作训练场 挑战种种一般人事状危险的高难度动作 这里称为Pakour的运动 在欧美开始流行 不过在香港就连正式的训练场地都没有 虽然是这样 去年的东亚运吉祥密揭幕礼 就找了一群玩这类运动的人 来表演宣传 究竟这种表面上只是跑跑跳铁的运动 存在了什么增议呢 中环的石板街 这一天他们没有彩排 直兴利用街头的公共设施 表演他们的移动方式 Pakour说的是速度 如果你停了又要少时间 最好是练到不用停的 Pakour讲求动作要有连续性 尽量不踩地下 亦不能中途停止 一点到另一点 着重中间流畅的律动 可以叫做艺术 过每一个着艺物 你都可以用不同的技巧 和加上自己个人的风格 来过每一个障碍物 对一般人来说 这些公众的设施 肯定是一个障碍 但是连拍拓的人 就会想尽办法穿过 或者跨越这些所谓的障碍物 不过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失手 那么 Tahoe 这样 不知道她把足复推开 而这个 亦是他们所说的 拍废精神 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想去改进 或者你想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怎样可以不失手 很老套地说 想事情会更正面 阿图玩了泊滚三年 这次跌倒 是因为他们练习前 没有检查好设施 他说泊滚最难玩的地方 是每次练习的场地可以很不同 阿健玩泊滚 阿健也玩了几年时间 他本身是体育教练 他说泊滚并不主张互相竞争 玩的人每做一个动作 都是自己有把握才做的 这一天 阿健想在楼梯顶做个动作 跳落地面 而这个地方 是他以前没做过的 凭着经验 他的乐点很准 阿健说 这一秒的功夫要练成几年 因为我们说就要静 静除了我们不想骚扰外周边的人 还有静是说内心 因为当你内心静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自己 怕不怕 做到做不到 你是自己骗不到自己 功夫的而且确是靠练出来的 不过各地又真的有不少人玩泊滚跌死了 有些还是泊滚速降纪录的保持者 有运动专家 看过外国一些医学期刊 分析玩泊滚的人 手脚最容易受伤 医学的期刊 或者科学的期刊 都有不同类型的受伤的报告 是陆陆续续出来 比较多的就是下肢的骨折 特别是脚爪 竹果这些骨折 另外就是在手掌 这些位置 因为落地的时候 你失平衡的时候 你撑着着地 另外如果落地落得不好 就是肩膀 肩膀就锁骨这些骨折 陆陆续续都有这些个案出来 阿建和阿图 他们三年前 将在法国流行一时的 泊滚人进入香港 成立了组织飞跃渡 靠体外国录影带自学 因为要练泊滚 阿建和阿图 也跌过商国很多次 但是他们认为 泊滚比起很多运动 例如足球安全很多 损损 磨损那些一定会有 我们控制自己 相对来说 我们实际上认为很多 泊滚起源于法国 这个字源自法文 有旅程和走过的意思 有人将它阴译为跑酷 也有人意译它为城市疾走 和移动的艺术 玩的人通过敏捷的运动 增强身心应变的能力 他们会以跳、爬和滚等等的动作 来越过障碍 一连串的动作 经过扣丝要有连贯性 但是实际做的时候 又没有太多的悲恨 阿建说 泊滚的哲学 是专心看着一件事 想着同样的东西 有些类似武术 但又是一种修炼心灵的方法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慢慢来慢慢来 你看到那些人跳得这么远 你看到那几秒脱得很远 可能你看到那六秒脱得很厉害 但可能他练了六年 我们不会知道 有一类型的练习 但是跟这个泊滚比较相似 比如说瑜伽做例子 瑜伽都是有牵涉到身心灵这三样东西 但是可能在外界看得到 就会比较爆发性强一点 香港现时 并没有好像外国那样 有专门为泊滚而设计训练场 在香港练泊滚必须去到公众的地方练 不过这样跳法 就令他们遇上真正的障碍了 好像这些公园 里面有很多设施 例如这些假石山 可以给他们发挥构思动作 但是这样爬法就经常被人投诉 同样是唱会会员的阿峰说 现在玩的时候都要看情况 通常有小朋友在这里 我们都不玩 要先停一停 因为免得小朋友学 虽然说你在这里 他没有跟着你玩 但是你难保 他回家自己玩 你不知道而已 但是如果他自己玩 伤了你有没有责任 有玩法 去到屋邨 他们玩扶手栏杆 一样引来注目 我不知道 你运不运动 你们的观点角度 我们的观点角度 当然是我们的范围 当然不行 这样跳 你这些这么高的地方 这个范围都是我们的 那你受伤 谁负责一些 我们的管理公司 一定要出声 很多人 会把parkour 视为街头文化的一种 阿健解释 parkour运动 是要把整个城市 当成一个大的训练场 他们认为 很多人对他们有误解 观念可能比较错 以为是一些特技人的动作 和一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看到我们的训练 看到我们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和我们很热爱自己的身体 因为身体可以带给我们 很多不同的乐趣和能力 在香港玩parkour 的确障碍多多 不过有些训练 好像树木一样 他们用它来借力 不小心的话 会不会对训练 造成破坏 有时都很难预计 你要看看街道 是什么街 它是破坏到什么 譬如它抱着灯柱 一摔着灯柱 掉下来 那你已经是破坏公物 所以很难界定 但当它还没破坏的时候 你又不能够说它 就是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飞跃度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 但是成员来来去去 都是那十几人 夏峰说 他们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入会 不过他们的成员里面 竟然有女孩 下一次我们会看看 她是如何接受地狱式训练 1 2 2 3 5 5 5 6 7 7